你現在為什麼名氣可用 為什麼名義可用 你要做這個事情 那這些名氣跟名義 它代表了多少 十幾%嘛 因為八分之八十幾人都有房子嘛 十幾%的人說 我就沒有房子 台灣人說 如果大家要這麼多錢 沒有那個辛苦的經過的話 我大學畢業就想要一個房子 那有可能 政府要供應嘛 所以如何把這個名言名氣 你不要當聊天頂就對了 聊天頂是截貧季婦嘛 截負季婦嗎 截負季婦 你現在負季婦要搶錢衣服 你怎麼去救濟這個人啊有 所以我說 政府要做的事情 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名言名氣 它是住不起房子的人 你就是趕快到外圍的地方 趕快找一塊地 趕快投入錢去蓋好這個房子 只租不賣 把那個生活基準做好 把捷運拉好 你幾個多幾個開下去 你捷運都可以這樣 我這樣做 為什麼這個事情不做 那你要去把那個投資行為勒死掉了 稍微抽不掉 但我投資 刑金不是把那個錢給錢 我投資的地方很多嘛 所以很多錢出去啊 我不一定到台灣投資嘛 這是共政婦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思考 恐怕要再修正一下 我這一次帶一個團到緬甸 到緬甸 有幾個在股票市場算中時戶大腳 他們說只要有正所稅 他從此不做台灣的股票 這個是斬釘截鐵 我看有一個李先生是 他從這個團回來之後 他今天這個第二天馬上到北歐 20天 然後回來之後 他下個月要跑非洲到肯亞看動物 他就排滿了 他說反正不完 算了 哀莫大怡薪時 很多大概開始慢慢對台灣 已經失望了 這個失望我相信主要有正所稅 所以我看到很多民進人很高興 他們很開心讓國民黨課正所稅 課下去 他認為國民黨即將會把這個政權完光 那我想這個也就是 大家看到在目前來講 一個正所稅之後 你看好像 希望課正所稅60幾% 反對不到30%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反對課正所稅的人 那個是台灣經濟非常重要的命脈 讓這些人的失望離開之後 我相信對台灣來講 絕對是造成重大傷害 那麼如果看房地產 我想這個情況更明顯 就是說 現在台灣百分之80幾的人 其實都有房子 如果你把那個房地產打下去 台灣的經濟大概 股票是一條腿 房地產是一條腿 兩條腿都斷掉以後 台灣從此再也爬不起來 我認為 後面的發展 這是大家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但是現在看起來 我們馬總統非常堅定的一直往這裡走 這是台灣的不幸的開始 我想這是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建築業老闆 站出來在義憤填膺的 在嗆聲 這個嗆聲其實我看他們是叫給 罵給馬總統聽的 但是我想馬總統好像都沒聽到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一點在這裡 回來之後我們看到 黃立亞現在一些普遍大家所呈現的現象 我們怎麼來面對未來的方式 稍微請教兩位 好 黃立亞在面對這個房屋實價課稅的衝擊之下 包括土地資本利得稅 這個其實這一刀打下去 我相信一定是重傷害 這個重傷害就是說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怎麼課 可能政府要很周圍的去思考 如果這個稅制弄得很嚴重的話 讓房地產崩潰的話 那會變成災難 剛剛秉憑兄談到一個就是說 在這幾年當中 我覺得台灣的那個建商 在民國78年那個房地產垮下來之後 一直到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那個倒很多人 為什麼 那一波房地產是一路衝上去 然後大家不斷的擴大信用 高槓桿 那個後來連侯西風都不支 那這一次建商其實大部分 像我們奈董大概賺很多錢 他可以這個遊刃有餘 大家手上基存的現金夠多 所以如果房地產不行的話 大家可以忍耐很久 尤其建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來看 就是說 假如未來房地產這個地方 有什麼散失 其實我最近先想請教那一種這個 最近我們看到台中高雄 好像房地產有補漲的現象 價格都起來了 這一種補漲啊 你有什麼看法 房地產其實是一個比價的市場 對 什麼叫行情 這個地方跪起來之後呢 等一下輪到那邊便宜的地方 他就跟著起來 所以台北市目前兩三百萬 好像是很正常 一百多萬是平常的 台中過去一直都跟高雄都維持在 大概十來萬平均的房價 那麼在這一年多的時間 因為比較了市場的關係 那麼台中現在跟高雄其實已經 平均比較好的地段 七期八期台中 高雄的這個美術館這一代 這個他的房價已經也都來到 三四十以上了 台中最近還有更想要推出 這個美術館一代推出五六十萬的房子 六十萬聽說也賣得非常的好 那麼我想最主要這個是補障 的這樣的心理 所以我在這個台中 在五月份我做了一個這個 台中市的一個這個統計 我們從上個月五月份看起來 台中我挑的大概是比較新的一個區 西屯區北屯區南屯區 可以看到我們從四月跟五月份的比較 可以看出來 大概是成長的這個將近二十一趴左右 西屯區成長的二十一 北屯區是三點五趴 南屯區三十四趴 南屯區就是台中的這個七期跟八期 那麼另外呢 我們看到全台灣的五都的一個比較 我們看到台北市這個五月份 成交了一萬五千零九十二間 新北市兩萬九千多間 台中市兩萬一千多間 那麼明顯看到新北市 因為房價比較低一點 所以大家捷運通了以後呢 往這個新北市 那麼台中市呢 因為在這一年多左右的時間 高雄市有一點點 後來居上它的房價高了 台中市反而在這支一年的時間 比較緩和 那麼所以台中市的房價 在這最近幾個月的時間 突然好像穩定的在成交 在穩定的成長 那麼也就是說 現在已經明顯看出 在台中高雄這種都會來講 已經看不到二十萬以下的房子了 這跟台北比起來的話 當然還是算是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們整體的這個 房市看起來的話 當然政府 我們彭總裁非常擔心 這個房價破三百萬的 很怕這個房地產 是不是會快速的這個高漲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因素 他一路 他從來不給業者喘息 我看到大概每個禮拜每個月 都有一個新的政策出來 他說央行總裁薪水 一年的薪水買不到一坪 對 他講這個話來講 是老實講 是有一點點 這個有點 這個很傷 對整個這個房地產界來講 那麼所以我覺得 政府應該要去多去 這個切成兩塊 不要去太過於怕 房地產這個真正高消費族群的 他買得起房子的人 不要怕說他這個這個 有能力買兩百多萬 三百多萬 甚至四百多萬的人 我們應該有時候要從 我們周邊的一些城市來比較 我們的這個香港 新加坡 我記得香港在七八年前 比台北還便宜 新加坡也是 房價是一個城市進步的指標 對 如果台灣的房地產 一直政府抑制他 在一百多萬兩百多萬 表示我們這個國家是退步的 所有人都會指標看到 像北京的房價 現在一坪米十來萬是很正常的 十來萬也就是說 一坪大概是兩三百萬的房價 所以這種狀況的話我覺得 政府應該不要一直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來對付所有的房地產的業者 應該十四十去了解 整個的目前的市場狀況 那是少數幾棟房價 也不要因為那少數幾棟 用出這麼大的政策 我說他只是一個小三口 給他縫一縫就好了 全部都用到沽六十給他下去 這樣的話我覺得 整個的這個火抽頭的這個產業 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 有交易所的稅 證交稅 如果真的是房地產的這個這個 這個土地交易所的稅 真正實施的話 我相信那個政黨一定會被換掉 一定會重新換這個政黨 我最近發現在外界談話 好像大家對國民黨不滿意度 越來越高了 而且對他感情越來越淡了 所以這個狀況如果維持在三年 將近四年的時間 我看下一屆的國民黨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機會選了 我覺得你是國民黨 你就要稍微加油一點 對啊我非常擔心 我真的很擔心這個狀況 畢竟最後兩岸的政策 真正到最後人家選擇民進黨 放棄兩岸政策的時候 那就是真的台灣的 在領導經濟的這種 這個政策的部分 真的出了大狀況大問題 現在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國民黨罵民進黨叫鎖國 對 現在國民黨執政之後 大家發現現在叫鎖在中國 對 這個很麻煩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我們現在回頭 請我們原總來稍微 我們原總的老闆 現在當香港特首 這個要恭喜一下 那我們央行現在對 房地產的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三波第一波第二波 越來越緊 那現在看起來 這個豪宅現在是變成 首要打擊的對象 這樣一打打到現在為止 從去年收屎稅打到今年為止 這個我們原總已經看到台灣的市場 我們跟國際來比 還有台灣的市場內在結構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有 我剛剛其實分析過的這個三種 那個豪宅的市場上面 因為你有30歲了 對 所以有的人在前兩年買進去的時候 大概在等完工就要賣 不能賣 完工賣的話要課40歲了 對 所以他完工錢要賣 那王委員他賣的話 是因為政府發現到 一個堂堂的是8A的這個總裁 臉上無光你知道 去年是打王英雄 今年的話發現打了之後 豪宅還具夠上 他要再打 所以這波是針對豪宅要打 可是我想看 這個 假設你一輩子都住公益的人 你沒辦法去體會到豪宅的好 所以你就不會認同豪宅那個價格存在 對不對 你如果說都用豪宅的人 你沒辦法看到豪宅的好 你用過豪宅 他沒辦法去用豪宅 對 這是得利 譬如說我們 我們覺得 我們一天的錢 台南清水如果穿多塊的人 你看人家的老闆一笑 等人一步的人就穿兩千塊 你發現說這你做不出來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光感跟位階 那你輸口的問題 對 所以假設定這個抽稅的人 他沒有辦法去體會到那個市場的重要性 他定出來就是比較小範圍 就好像就是把你壓下來就是沒事 這樣對這個國家來講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我說應該要多看 剛剛講說一個有競爭力的程式裡面 他會存在高房價 對 你只要針對他剋稅就好了 對 人家求稅也讓你求 你要多少你求嘛 那你說那個做環境產投資人 你告訴他攪什麼 所以我就攪啊 你給我關起來幹什麼 我這一次到金邊 到那個緬甸 那個導遊跟我講 他說外面那個那一副 他說現在價格四億 我說我以為是緬幣 他說台幣 一看我說這個 我問緬甸發育有這麼貴 他說跟台北一樣貴 你看一個 一個叫倫敦的一個小的套房 台幣要兩三百萬 對 這些東西我們看不到 我們不可能說 那些稅頭房 那稅金我就賣兩三百萬 所以有時候 你去多面看的話 他為什麼存在這個價格 是他的城市有競爭力 對 所以我們政府在做這個政策 要特別去思考 涉稅晚之後 整個量縮掉了 對 那現在 只有這個豪宅冒出頭 因為你建商大概 他打建商 大概也不會打出 還是融資給你 那個正所稅打下去 台商原來回來買豪宅的 大概現在都已經卻步了 這個大概也就不會有 沒有 現在這一波裡面 市區裡面的一個 比較真正的豪宅 譬如說布料很大 整個這麼好 那個價格還是挺在高檔 那那些趁勢上來的一些 所謂的山寨版豪宅 譬如說是外圍的 譬如說建材蓋得不錯 面積很大 喊的價格 就已經不輸到豪宅的話 這個東西會受影響 那這次我們發展 開始有人在賣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預售物就在賣的時候 就沒有人接手 接手比較弱 因為政府要打 而且你現在買完了 變成成層屋之後 貸款程度降低以外 他可能不借了 而且他說百五萬起來 就沒要借了 小孩沒要借嘛 誰借你我就金錢嘛 這樣說哪個英國敢借啊 對不對 所以假如是這樣的話 就證明說台灣的房價 不應該高過150 豪宅啦 也就是說 你把那個Hermes的包包 限量東西 他本來是限量 你只能訂他一個價格 是10萬塊 你看那個會倒了嗎 會倒了嘛 你沒有想說 台灣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樣 台灣就一點點大 台灣最精華也不夠台北市 台北市最精華能夠做好嘴 也不過是 那個市中心的地而已 對 講百年還沒底了嘛 對